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實我們有弱字又有益字的 我們選擇大家畫畫 首先我們選擇黑色 之後開始畫了 首先畫圓圈 之後畫頸 一條 再畫球 畫兩個耳朵 畫他的臉 之後畫四條腿 之後畫他的尾巴 之後我們完成了 這個就是一隻馬 接著 我們拆了它 畫其他東西 首先我們畫一隻 畫一隻貓 畫了一隻貓之後 首先要頭 臉 再加幾條鬚在這裡 之後我開心 耳朵 要尖的耳朵 畫錯了 之後 畫過裡面 畫他的身體 要畫好一點 我記住 先補上鬚 先 由於畫錯了問題 所以拆了它 重新再寫歌 畫個頭 耳朵 臉 鼻子 鼻子 鬚 之後開心 身體 腳 好像蹲在這裡 像蹲在這裡 畫尾巴 這樣便完成了 是不是很好呢 之後 塗上去畫其他東西 畫一隻 呃...隻狗 畫了隻狗 是單身狗 皮 然後我們畫一隻 真正的狗 我要畫個頭 耳朵 然後 裡面的耳朵 耳孔 眼睛 鼻哥 開心 畫一條身體 一個尾巴 一隻腳 兩隻腳 三隻腳 四隻腳 便完成了 之後 畫一個 一條魚 首先 畫個頭 之後 畫一條尾巴 之後 虛心 便完成了 之後 我們要畫一隻 獅子 獅子 寫錯字 啊 獅子了 好 首先 畫一個 頭 之後 太陽 之後 他的獅子 就開心 畫個身體 好像一隻貓 因為他也很像一隻貓 我覺得 之後 貓在這裡 之後 尾巴 幾條尾巴 便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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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記得要介紹給大家聽 是很好畫的 很容易 是很開心的 有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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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雞蛋